今天如果是一个人在表演 我相信他也是需要到广州 不然的话自己也是觉得 来不止一提啊 就没有人去支持这样 如果是我本身很像 可能我表现不是很好 或者表现没有做到很好 我也会想要道歉 对不起是一种遗憾的 不一定就是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那既然也多讲到讲了 这样直接一点就是说 马来西亚的游泳 本来就没有去 在奥运会上次 超感谈 曹好谈大家好 我是JKH俊宏 东京奥运会刚刚在8月8号 就已经落幕了 大家是不是有点失落呢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曹好谈继续为你延续奥运 所以呢这一次呢 我们就请到了我国的游泳健将 Rawson Sim 来到节目上和我们分享 他去参加奥运会的有趣的事情 当然呢在这之前呢 先拿出你们的手机 去like我们的Facebook IG跟Youtube的官方网站 炒口谈跟谈谈网 当然还有我的IG 帮我去争奋一下 当然如果你是上家 想要在我们的节目投资广告 或者是有什么罗帮 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 可以把你们的资料 发在我们的网址 我们的小编会定期查看你们的投稿 然后呢跟你联系 Hello 大家好 一场运动赛事就有那么多媒体访问 感觉就好像是 我接受采访的次数还比我赢 比赛还多 真的 真的 还要去准备 毕竟是一个新的 游泳的项目的运动员会比较少 你有没有觉得一时时觉得 哎呀 参加这个项目有一点孤单 会会会 马来西亚蛮可惜的一个地方就是 游泳这个项目呢 的人数比较少 所以对于我们的准备来讲 叫辛苦一些或者说寂寞 因为是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可能长期在这种的气氛下 在压力下会容易 loss focus 或者乱想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很像 社交媒体这些 讲我们的粉丝啊 或者 supporters 就对我们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 你会不会因为你的关注者多了 造成你的心理的压力更大了 在比赛的时候 给我还好 给我还好 就good stress 因为我相信 究竟如果是一个人在表演 我相信他也是需要到广众 不然的话 自己也是就觉得 不止一提啊 就没有人去支持 这样的 in a way 是good thing 像是有些运动员啊 就是可能他在比赛输了 发文跟全马道歉这件事情 也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道歉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 不会留言太多啊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 如果是我本身 很像可能我表演不是很好 或者表现没有做到很好 我也会想要道歉 对不起是一种遗憾啊 不一定是 就是对不起别人啊 things like that 你终于有说过 就是去战场上 你没有人要输嘛 也算是恶度措施 奖牌的机会 我战场会不会有点不礼貌 会不会 会会会 心情是怎么样的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 那进来多讲到讲到 讲到好像直接一点 就是说 马来西亚的游泳 本来就没有去 在奥运会上纸 确实我们的运动呢 是比时间的 在时间它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距离 so It's ok I mean It's still good 可以参加到 你讲奥运会 TingKai but of course 还有很多的空间去进步吧 奥运会啊 会像是一种魔咒 因为很多时候 可能某些运动员参加其他的公开赛 表现很好 可是一出现奥运的时候 通常很容易失常 可能在训练 练得都很好 可能在小比赛 都可以破自己的全球记录 准备到很好的 到了一个大比赛 竟然 miss perform 输人家一只手 心理的准备 还有就是我们去 Approach这个比赛的心态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对于一个 曾经赢过比赛的人 他们去一个比赛 他们带着的心态是什么 我要怎么样不输 and 对于一个新的人 去比赛是什么 我没有东西可以输 我就打到最好就可以了 两个人的心态 Approach一个事情的时候 不一样的时候 甚至是在比赛 读Olympics 这个这样大的比赛来讲 I would say 90%是比赛 不是比看谁的时间快 准备这场奥运的时候 你一天基本上 训练多少个小时 4到5个小时 4到5个小时都是 正在水里面吗 其实如果你说平均的话 我们还是有包括 很像健身房 陆地训练 这些都包括在内 如果你说一个星期 我们游泳的时间 有几场差不多 20到24个小时 20到24个小时 或一个星期的时程 对对对 所以是说 一个星期七天 我们有一天是在水里的 什么事情 或者是什么机遇 让你打开了 这个职业生涯 一开始就是为了强身健体 就有一天 有一个中国的教练 就是沙拉越的总教练 就来泳池 找新的一些 才能这样子 中国的方法 怎么样去选人 他们只看两点 身高跟必长 所以他们选运动员的时候 他们就叫我们起来泳池 站在一排 你最高啊 你最长啊 你跟我练 我们这一集播出的时间 也接近我们的国庆日了 所以呢 在这边 最后也请Lawson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祝个国庆日快乐好不好 就是想要感谢各位观众 还有大家的支持 在这个奥运的期间呢 每一个人都很尽责的 就是带在家 支持马来西亚的运动 希望马来西亚的疫情 快点过去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影响力与代表性的中文媒体 以新奇潮为主题 结合了时下最夯话题 美食 娱乐和科技等资讯的平台 各平台总粉丝人数 超过400万人 透过各大平台 传达最新最好玩的资讯 超好谈 一档轻松反弹类节目 超反弹 好好谈 为大家收容时下最新 最奇特 最潮的人数物 你是那个乘客 你们不要跑 我们可以的 马上按赞并关注我们 让你得到第一手消息 一点也不傲